我叫郭兒,學了風水都超過壞,超過廿年 主要我學習的是亂頭為主,理氣都有 基本上我們叫做形勢派或江西風水 主要我研究是陰陽宜宅,陰宅不少 我也頗重點在陰宅那邊的風水 因為其實原則上可以這樣說,風水本身 是不應該分陰陽宜宅,懂風水的人 你懂陰宅是基本,你不懂陰宅 你通不到陽宅,如果你說自己懂陽宅 不懂陰宅,很多時你都會看漏了東西 為什麼呢?很多時一個陽宅的地方 我們不是說只是一個方向 而是外面那個亂頭的局勢 如果你最基本連亂頭的局勢都分不到 我給你一個羅間,你分不到任何東西 你看不到任何東西 術家有魂,亂頭不爭,理氣無用 風水其實基本上,你一定是要懂陰宅 懂陰宅,然後去通陽宅 你才可以真正是要懂風水 要看風水 你第一件事其實除了了解房屋裏面的間隔之外 最重要是了解你那個大廈 它是位於什麼的位置 那個位置外面的環境是怎樣 這個很重要 山聯天然形成的形殺,其實力量可以很大 如果你沒有陰宅底 很多時你沒有這樣的能力去看到 所以學習風水 是不應該分陰宅還是陽宅 我自己最深印象 二十多年前 有一個在觀塘和樂村 某一個單位 詳細又不說 那次是很深刻的 為什麼呢? 真正影響這間屋是一些很大的黑影 往往都是亂頭那個煞出現 令到它有一個很大的黑影 如果亂頭裏面有些沙體去衝射 在某一些方向衝過來 確實會影響到屋裏面某一些人 甚至乎是會有一些生命的威脅 這個是我很深印象的 如果你說以刑家來說 就是外面一些刑殺 刑殺的影響是很大的 但有一件事就是 你最基本選一個單位 你起碼也不要外面的亂頭有殺 我們說催急避兇 我們先要避兇 你才在屋裏面看理氣 你才可以真正看風水 而當中的比重並不是50-50 亂頭是比較容易 主要 如果你講到凶宅這件事 如果是凶宅它亂頭一定有問題 它不會亂頭沒有問題的情況下 它會出現凶宅 但問題是說亂頭有問題 現在一些大廈的設計有高有低 其實大廈的高低影響到 究竟哪個單位受殺氣影響會比較大 例如煞是傾向中層衝射過來 變成它可能低層少少又避過了 高層又未必有問題 對 歪少少可能一個單位 左少少又少少 左一格又一格的單位 其實就是那一點 所以有些人會不明白 為何拿著裸奸有時 是否可以看到所有的東西不是 你最重要是先看亂頭 這才是真正那個 其實風水的基礎 從來都是在亂頭那裏 主要那些人 是 然後如果你說武殺的 其實… 沒錯 如果你說五王到 有時說五王到 有災星 但其實老實說 如果你說那是屬於一個方向 如果外國本身是 聯頭是無殺的 就算你見五王 你不要動它 其實很多時都無事 難道整棟大廈 我們很邏輯地說 整棟大廈 連五王到 難道整棟大廈 這麼多層都有問題 不是的 不是這件事 反而是聯頭出了問題 它力氣去帶動 帶動那一下去 可以trigger的那個位 令到它便會出了問題 我想知道是否事在人來 譬如說那間單位 偏偏好的單位 閘著那個神經 跟著合好的單位 是那個點 如果是不同的人 進去是否有不同的結果 會是 風水 這個世界沒有說 適合所有人的風水屋 這個你可以這樣說 但又不完全適合 原則上是風水屋 如果那個地方風水真是漂亮 原則上真是所有人進去住 應該走 原則上是沒問題 只不過是你受氣 漂亮 你的福音多些 就算沒問題 其實等如說 那塊牛扒是漂亮 我生吃我給你吃 你不會有問題 它是衛生的 是新鮮的 沒有問題 任何人吃都沒有問題 只不過就說 有些人可能說 比較有理 那方向 這樣 變了 它是會相對來說有理 有些人可能說 剛剛它本身 它出生的位 它是沒有那麼有理 它稍為沒有那麼有理 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 多數找你就是看這些 看陰陽熱質的風水 沒錯 其實這些問題是移民 或者投資方面 是否這方面近來多人找你 是的 近來是多了人找 因為其實你逢親這些 我們粗略講講 其實現在基本上是一個 下緣白雲的尾聲 下緣白雲是近掛 一般來講 其實白雲本身 對中國都是比較有理 因為中國主要的 山聯都是在近方過來 白雲普遍來講 都不會太差 但是如果你看歷史 就說當它白雲轉去九雲的時候 它尤其是白雲尾接近退氣 如果我們看對上一次的 白雲尾退氣 我們看到就是1842年的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 剛剛香港又割漾出去 那時候時直就是下緣白雲的尾聲 變成說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 及後是否一割了出去便無事 不是 去到九雲的時候 有十幾年是太平天國之亂 變成了其實白雲和九雲當中 其實它的交接是很重要的 我們再推再組一個白雲 再組一個白雲 剛剛是南明福莫網國 之後去到九雲 就是五三貴為主的三藩之亂 其實告訴你 它亦都出現一件事就是下緣白雲 退氣那個階段是有一些動盪 有動盪之後九雲走得不太好 九雲就二十年入面會出現問題 變成了這個究竟香港或整個中國 未來的走勢是怎樣呢 有留意我Facebook的朋友 它會看到其實我們很留意一件事 2023及2024 或者由現在這一刻到那個交界點 會否有進一步一些比較不太吉利的事情發生呢 例如說有兵庸的問題呢 是因為為何呢 我們看回2018年開始中美貿易戰 2019年反送中社會運動 到今年庚子年武漢肺炎 其實你看到那個走勢其實是向下 所以現在我們不是快的時間嗎 但是這個還未足夠反應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就是那時2019年 2019年尾的時候 有一則新聞我也很關注 就是長江水位十二年來最低 長江武漢段那裏出現了一些貪圖 這些貪圖的意思是 就是它那些水位低 接著積聚了一些沙 形成了一些我們要沙體 亂頭上我們要沙體 如果你看回那些相片 它有幾樣東西 它那些沙體有些疑似一些 好像死魚那樣的形態 有些是一些人形的棉體 如果你說以一個營家來說 人形面體是大忌 死魚亦都是類似的 其實是很兇的 如果你看回我Facebook 我都展了一段片 就是展了一張相片 其實那個其實是一些 上天的一些啟示 它給了一些啟示給你 及後其實武漢肺炎就爆發 爆得很厲害 其實它除了主瘟疫 也都你會見到三峽大壩 那個水災之類 其實庚子年也有很多不同的異象 如果你有留意新聞 有些黃蟲、黃禍 其實這些異象 也正正反映下緣白雲 那個退氣的情況出現 上、中、下 下緣白雲 現在可能還未出現最壞的情況 可能未 要留意這件事 要去到2023、2024這個時段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看回鴉片戰爭 距離白雲終結 下緣白雲的終結是1844年 鴉片戰爭停止的時候 1842年 纖南京條約 它在下緣白雲前的兩年左右 如果你說再對上下緣白雲尾 南明腹亡更加同樣差不多的時間 變成我們都要細心觀察 未來這幾年會否爆發一些戰爭 例如南海、台海戰爭 或者中印邊境的戰爭會否惡化 如果真的出現正規正式的戰爭 這要留意 很多朋友問我究竟是否適合移民 這亦是一個重要指標 外面亦沒有太多人提到 但有一件事 移民其實要平衡很多事 有些人可能因為他做了幾十年 事業都在香港 突然放棄所有事業去外地 去台灣、去英國 其實你重新再開始 變成有些朋友問可否不走 其實我會建議你可以先觀察一下 但萬一一有甚麼問題 如果看回軌跡 如果真是有戰事出現 其實原則上應該要考慮離開 還有就算你現在這一刻 如果你說有一些資金 其實你最基本最起碼就說 你要開個離岸戶口 你要拿著少許外幣 不要全會拿港元 有子女的你都要準備定一些 後路給自己的小朋友 你走不了都讓小朋友走 這個是重要的 希望如果在一個八運轉到九運裏 如果他都不會出現一些很大的問題 原則上我相信九運 都未必真的會有很大問題 但是要觀察的 我初步的估計其實是 台海的戰爭是有機會的 中印那邊也不排除 但在南海那邊 原則上機會是大 如果是打一打少打的一些戰士 但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他真是有一些正式的戰爭 我不是擔心頭那段 甚至乎我會覺得 如果你說在台海裏面 他台海真是打 他亦都不會真是很長時間 會停的 但問題是 好了他完了一場戰爭 這樣 及後未來的再來的一些兵容之象 可能涉及的不是國家和國家之間 而是內戰 有可能表現上外面 是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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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我們不是 也都不要 純粹是將那個視線 會否是美國打中國 但中美戰爭 其實美國主要都是守護著台灣 居多 好打完就停了 打不了 他會停一排 如果你說 贏不了一場戰爭 會停一排 但主要的影響是 接下來 他國家入面 開始不同的勢力 會出現一些矛盾 那裏反而我更加擔心 所以接下來的觀察 很重要 就是在下緣白雲的尾聲 會否出現一些大事情 這個大家儘管看著 所以你說大事情 主要是2023、2024 這個其他發生 或是之前 或是之前 由現在開始 由現在開始 是 隨時都會 混淆 積蓄能量 那些人爆 不知何時爆 沒錯 有可能表面上 台海、南海 但主要是中國內部 有些大的動亂 如果你看回 他可能會停一排 可能一些政權 很容易出問題 卑變、政變 沒錯 但他的基礎 就是要看這段時間 看他入運那一刻 看他下緣白雲 轉至九雲 這段時間 轉九是何時 九雲 就是 九雲 2024開始 踏入九雲 2024開始 踏入九雲 現在是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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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還是八雲 現在是2020年 這次還有幾年給我們觀察 變成說 如果你是有資金 有家庭 我們還有少少時間可以觀察 但最好又說資金 你要準備定一些後路給自己 如果你說年青人 你剛剛畢業 又不是做了很多年 又沒有特別事業的話 其實我都建議他離開 找一些新的出路 當是一個見識 但如果你有事業的 賺錢的 可以再觀望 但要保持一個警覺性 因為接下來 你要承擔一些額外的風險 而主要的風險 你可以說是 如果你說買樓 就不只是升跌那麼簡單 你可能是一個政策風險 戰爭的風險 你要承擔額外這類的風險 令到以往可能說 他有一些方法可以托住樓市 但如果當他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未必真的可以再找到樓市 不是那麼容易人力去找到樓市 其實如果你說物業 如果多於一間的物業 其實如果你說買出去 我非常建議 但是如果你說我自住 這樣 因為其實接下來 你要明白那個風險 每個人的風險承受 情況有些不同 但是有一件事 又說你要明白 你承受的風險 不僅是那座樓的升跌 因為如果你有一些政策風險 可能又說 如果你所有資金買樓了 到時是否真的那麼容易 你買一層樓出去 你會不會轉到外匯呢 你套現可否轉到外匯呢 可否讓你離開香港呢 你要計算這件事 因為那個叫政策風險 會否有機會 他會限制你 政策上限制你兌換外幣呢 令到你影響到你移民呢 這個要考慮 那個風險要考慮 就是這樣 起碼一件事 如果你說大升就沒有可能 大家都明白 其實如果我去觀察 基本上它是 那個樓市其實不是那麼理想 那個前景 只要他就說 如果你是多一個單位 你手上持有的物業 是多一個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不需要怎麼考慮 你如果有人要 其實我都會建議他套現 因為你現今是最靈活 你起碼就說 可能你轉了一些外幣 其實保障自己 先保障自己 然後你才去想 究竟是不是真的 現在買樓可以 透過投資可以賺錢 這個是後話 你先想了自己的後路 是否你有能力可以走到 我就不是這樣看好 因為最重要是 它是有個政策風險在後面 你未來很多不穩定性 變成你控制不到 就不同 之前你下緣白運裡面 你很平穩 社會氣氛也很和諧 國際也 中美關係也很和諧 這個大格局已經是 隨著下緣白運轉 它是有個變化在那裡 變成風險也都增加了 還有風險的形式不同了 這個才是重點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